然後後面的話一定是Data 一定是這樣子 DIV有沒有 開頭DIV結束 它是一對的 然後UI UI 如果你要加什麼DataRaw的話 其實你也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用那個資料標籤的話 其實你這邊也可以被打 Data有沒有 它這邊會出現Data DataRaw 所以你打一個Raw 打的話是這樣自己打上去 有沒有 你知道 等於什麼 等於Netbar 這邊也會有提示 Netbar 這樣也OK啦 這個方法 跟剛剛那個方法一樣 只是說看個人習慣 因為這邊已經有資料標籤 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也會出現 那 它的位置一定是JQ Mobile裡面的什麼 Netbar 有沒有也會出現 兩邊 哪一個比較OK 看個人習慣 它也會提示 習慣就OK啦 只是說 因為這個其實跟網頁比較接近 網頁裡面一定有DIV 有點像塗層的概念 一層一層的 一個Layer 幫你把它放在這邊 那這樣的話就會有一個 另外超連結 加上去 加完超連結之後 另外呢 我們怎麼樣預覽 預覽部分 剛剛同學也有出錯 那怎麼 預覽 好像用Chrome 會有問題 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就是打開之後 它就是什麼 白白的一個畫面 什麼東西都沒有 有沒有 就像這樣子 之前沒有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問題 這邊 還是 其他電腦也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如果不行 請改用IE溜覽器 這個時候IE溜覽器 它就是正常的 很少有這麼正常過了 除了它就 反正就是有秀出來 要不然你就是自己下去抓那個 有專門針對 手機app測試的一個 那個opera 有個opera 就是那個 另外有一家瀏覽器公司opera 他也有設計一個 專門模擬手機的一個 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你們自己可以去下載 不過如果你不想那麼麻煩的話 反正只要看到 畫面是這樣OK 那將來當然你在手機裡面 是不會看到上面 也不會看到下面的 以後的話 最好當然你可以放在手機裡面 亂亂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你也可以按 即時 即時是什麼呢 它馬上秀出來 不過即時 請記住喔 剛剛同學設定有 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管理網站 裡面 記得喔 這邊的那個 伺服器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一律不要填那個東西 因為一填呢 他就會跟你要一個 host 網站 可是你現在是 沒有host的狀態 沒有網站的狀態 所以你就設成 他會跳出來說 你要不要去設定那個網站啊 千萬選擇 for 他要問你說 是不是用本機當成是 那個測試的網站 你要選是 不要有一個 不要有一個伺服器就對了 這樣子的話呢 你直接 再 按 即時 他就出來了 那這個即時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喔 你可以馬上看到效果 比如說我今天要希望 在這個上面 加一個icon的話 怎麼加 很簡單 最新消息 請你把 游標放在這上面 最新消息對不對 然後你看一下喔 這邊不是有個資料 標籤 檢視 窗 裡面一定會有個dataicon Icon Icon裡面的話呢 會有這麼多icon 然後呢 在JQMobile 這個是JQMobile裡面 提供給你的 Icon 頂多就這麼多 好像有13個而已啦 那這13個各代表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Icon 劣勢表 這邊有Icon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給他一個 是 比如說我今天 希望給他一個 一個Icon 長得就像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我們完成的畫面那個 完成畫面 我有點忘記我放了一個 這個 這叫information 好你們查一下 所以你就找一個 info i開頭的 info info 按下去 那你看喔 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棒的 就是說 你加info 即時的話 有沒有 他會即時的幫你放上來 那你就直接 一邊設計 一邊看到結果 多好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新書登場 你就點這個 新書登場 記得是從這邊 選 新書登場 是給他一個 是 比如說 STAR好了 STAR出來了 然後 認證課程 選一下 油標放上去也可以 然後 認證課程的話 是一個 グリ 好了 就是表格 G開頭的 G開頭的 G出來了 有沒有 另外的話 你要改變顏色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換什麼顏色 我也有點忘記了 反正你就 沒有自己喜歡的 黃色 白色 藍色 那你就加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Jaker Mobile 預設的顏色非常少 他就只有 黑 白 銀 灰 黃 黑 白 銀 灰 反正就是 大概五六種 黑 白 黑 藍 銀 灰 如果你 因為有時候記不太起來 我之前 常常用的時候 就記得起來 但是久了 可能那個 吃太多那個 判無罪那個 的油 所以 造成 可是為什麼會判無罪呢 我覺得莫名其妙 那不是重點 那沒有關係 不用死背 為什麼 因為 即時 他那個叫做 Data什麼呢 顏色的話 對 DataSync Sync DataSync 是在哪裡 T開頭的 不過你只要記得那個頭就可以了 Sync就是那個 有點像布景主題 對 背景的顏色 那他就是 A B C D E F 到E吧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那你可以先選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是 最新消息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改一下 A 看A什麼 A應該是黑色的 黑的太難看了 黑 白 黑藍 這個是藍 黑藍 銀 灰 黃 這個應該黃吧 對沒錯 OK 所以如果你不記得沒關係啦 點點看就知道了嘛 這個馬上就秀出來了 那你也不需要去預覽了 等一下就有了 這個多好的工具喔 因為 Dreamweaver裡面就已經有了 而且這個 這個我在很多地方還沒看 我看那個國外的也是很厲害 那個外國人 一直敲 全部從頭到尾都是敲出來的喔 那我覺得 但我沒辦法記那麼多的時候 用這個方法會比較簡單啦 因為 但是 你要記得那個 怎麼做的 因為剛剛我看 同學還是有點找不到這個東西 在 哪裡呢 這邊 這顆木板 他實際上有一點是把 那個韓式庫裡面的 相關的東西 屬性部分 幫你加到這邊來 那你就用選的就好了 好所以 這邊的話呢 大概就是 Data icon 然後 哪一個呢 Data Syn 那這個顏色如果你要改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 是 直接 不過好像也只能選這邊 新書登場 有不要放上去 然後 這邊改成 藍色好了 那這邊改成 反正你就自己給他有顏色就可以了 黑 藍 銀 灰 黃 銀跟灰好像差不多 反而灰的比較 比較 這個好像比較灰吧 黑 藍 銀 這個是銀 灰 灰是比較像白的 然後 黃 就大概這幾種顏色 所以剛剛講的主要是 幾個重點 記得喔 一 這個東西 頭圍在這裡 好 二的話就是 我們加上那個 顏色是這個 怎麼選 直接選這邊 就可以改了 他如果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即時按下去 他會跳出那個 問你要不要設定 你的測試 伺服器 請氣住 選否 你不要選 選4 選4就完了 選4他就一直跟你要一個伺服器在哪裡 你就選否 然後 接著他第二個問題還會跳出 是否要用本機當測試 請選4 就OK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呢 主要去設定 內bar 不過內bar 今天 這個是最難的 但是你會發現 只要是手機好像都會有內bar這東西 導覽列 有沒有也許是在上面 也許在下面 也許在中間 反正就會有一個導覽列 出現 那這個手機裡面有 反正App裡面有導覽列 這樣就好像感覺 基本上已經 有那個App的味道了 再來就是 加一點iCon iCon iCon只有13個 你要更多 有啦 JakayMobile網站上面 有提供 提供擴充 不過還挺麻煩的 還要自己再去修改 他的那個 JavaScript語法 然後 外觀 剛剛我們有講過 總共有 黑 藍 銀 灰 黃 五種 那如果超過這五種 可不可以 但是也是要到JakayMobile網站 自己去 加顏色 那這個 也許後面我們有時間的話 我再教各位 可以不只這五種顏色 的擴充方法 可以讓你的那個顏色呢 變得非常鮮豔 你要什麼顏色有什麼顏色 不過可能要 你的美工 你的美學要夠好了 慢慢的話 做出來 當然顏色就會 不一樣 所以 加顏色 然後再加上那個iCon 大概就這些了 然後 底下就把它做完 那 這個App很快 基本上就可以 上線 OK 所以導覽列 試試看好了 好 咳 好